首先欢迎全球的朋友来到我的家乡北京 我是北京长大的 我学武术明年就四十年了 我一直认为在中国的字体上 那个武字是制止格斗的一种一个含义 所以几千年前和中国五千年前就发明了这个制止格斗的方法和制止格斗的技术 但是演变到人类的今天因为不需要直接 因为这个身体去制止战争啊等等 所以它变成也变成运动 那么我相信今天来的所有的朋友或者十三个项目 都是在今天为了一种运动 为了推动人们的文化健康而聚集在一起 也介绍了一下就是说运动会不仅仅就是技术的格斗 它还有一个文化的内涵 彼此交流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武术项目的文化 以及在北京这一次认识新的朋友 作为一个人生的经历 所以我觉得在座的所有investors大使们都是那个领域里的精英的精英 所以我们希望共同的传递一个人类健康和平的世界的环境 希望大家在北京快乐 谢谢 希望你们享受欢迎来在北京 谢谢 那么下面我们请国境和西道结会的形象大使 Lidia来致辞 现在我 would like to invite Lidia the ambassador for international Aikido association I'd like to invite her to make some remarks 你好 我们好 Thank you First of all I want to thank the Sport Accord for making this possible because I think it's a really unique event and also the Beijing organizers for making this possible in this Olympic and Paralympic city 首先呢我想感谢世界体育总会和北京的组委会 为我们准备组织了这一次五博会 我想呢北京是曾经举办过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城市 非常高兴首届五博会能够在这座城市举行 I feel very honored to be the ambassador of Aikido the only non-competitive sport but still competitiveness with yourself 我非常高兴 我能够作为和西道这个项目的形象大使 来参加这一次活动 那么和西道呢可能是13个项目中最不具有格斗性 但是同时呢要和你自己去竞争较劲的这么一个项目 holding a second degree black belt in Aikido and a third degree black belt in Shuri Ryo Karate I'm the highest ranked woman in a wheelchair in the world 那么我是有和西道这个项目和柔道这个项目的黑带 我可以说呢是在这几个项目上女士中最杰出的运动员 在空手道这个项目中呢 我发现每一次进行比赛 不仅对我本人 同时呢对我的对手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They were always afraid that I would 的